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现在下午2点10个节 猪仔就拍完影片 让你们可以吃下午茶 3点3 好了 陪伴你们吃下午茶 这就是猪仔的私人珍藏系列 为什么会3点3这个时间 介绍私人珍藏系列 不是通常都晚上 有标迷私信我 他就说猪仔 可不可以你的私人珍藏系列 不要每次都放在深夜时段 我们因为要上班 睡觉看不到 他都很想拥有 猪仔私人珍藏系列 我说好了 那我就改一改 今天下午就推出 这个私人珍藏系列 而这只Kinetic GMT 就是停产款 猪仔私人珍藏的手表 其实上周我拍过 这个GMT的Kinetic 最奇怪的是 居然我钢带款 比皮带款便宜 原因我都不记得了 是为什么 但是我记得了 那个价钱 就是 当时就是 钢带款便宜 比皮带款便宜 但实际因由 我真的因为太历史 我都不记得了 那 如果你都想拥有一只 Kinetic 人动电能的GMT 那今天一定要留意我的推介 最近上周还有第二个标迷 说有没有Kinetic 来到荔枝角店的时候 拿手标 想看看Kinetic 我说Kinetic 真的难一些 最近 就让我发掘出来 昨晚 其实我发掘了出来 但我太多工作了 出了彩蛋片 实在太累了 要收工 所以今天才介绍给大家 那这只Kinetic 就是人动电能 你看到右上角 右边有两个键 一个是标观 一个是动力储能 显示按键 而今天的两只主角 有一只是白色标面 做了一条子纹 另一只是黑色标面 做了一条子纹 很漂亮的 很简单 很简洁的 Kinetic 人动电能 Kinetic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 用了一个人体的动力 好像机械 但它处在一个电容器里面 把动能处在这里 充满电可以走多久 和光动能有些不同 其实它充满电 可以走到 这里有写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说明书 我相信大家很少 揭开说明书会看的 其实 这里有写的 Parasherf 如果走5秒钟 可以走到一天 走10秒钟 可以走到7天 走20秒钟 可以走到一个月 走30秒钟 可以走到6个月 最多可以走到6个月 充满电的时候 可以走到6个月 至于如何吸入它动能 我猜大家都比较少看 其实就是 搖动它就可以了 搖动 这样搖动 或者你手带着搖动的时候 搖动到后面的锅 就可以吸入它动能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人动电能的 储电量 一起来看一下 1 2 3 4 5 走到4格 20秒左右 走到1个月以上 现在的动能 我们只要这样轻轻摇 刚才是这样轻轻摇 才拍片给大家看 这样搖动 其实后面的锅 就会有这个 好像机械标的作用 擺锅吸入它动能 看到有个锅 另外下面也有个电容器 我们俗称电池 有些人会叫它电池 有个电容器 有个电容器 就是儲能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 KINETIC的原理 好了 说回标 正面 做了白色的 一个 一个调子纹的电池 围边的黑道 就是做了金属的指钉 黑道 也是做了银色的指钉 你看到是做了金属片的银色 然后 劍形的指针 GMT针也是做了尖形 我觉得针形很漂亮 以及KINETIC的秒针的末端 做了一个零形的小装饰 6点位置都写了KINETIC GMT 100米的防碎 在坊间 KINETIC的标 已经是买一只少一只 除了旧装精工五仔 是买一只少一只之外 其实KINETIC 也是很少见的 用上了这个 礦物水晶玻璃标面 有些球形的玻璃标面 另外标殻方面 圆边的位置 微微向外傾斜 做了一个光芯的不锈钢圈 好了 标脚方面做了拉斯不锈钢 延伸的旁边部分做了光芯 有几个标迷都保持KINETIC 他想在他收藏品的系列里面 或者想在拥有手标的系列里面 擁有一只停产的KINETIC KINETIC 现在已经停产了 所以 你真的想拥有的时候 要抓紧的机会 日力枪 放在三点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我们看看黑色面 黑色面做了黑底白字的日力枪 同样标盘中间的部分 都是做了直调的条文 以及寫了KINETIC GMT 100米的防水 亦用上了礦物的水晶玻璃标面 有些球形 以及秒针末端都是做了零形 SACO的logo 都是做了金属的字钉 以及黑道的围边 都是做了金属片的字钉 同样的 日力枪也有金属边框 里面有没有留意到 黑道前面有24小时 显示的内影圈 上面有拉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寫了数字 24小时 显示 其实方便你们看GMT时间 等下先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操作 按这个 你见它走了十多二十秒 大概一个月的动能 只要我们如何处理到六个月 只要我们摇多一点 大的时候摇 它就会有吸引它的动能 这就是一个人动电能的手标 如果你认为自己多手标收藏 不知道你有没有Kennetic的手标 好了 先看看标带 标带很紮实 做了一条实心的不瘦钢标带 上面做了三行拉丝 尖了两行光芯 中间脏的标带 标带位置做了摇摇式的标带 要弹一下 就是只有一粒微条位 它用了小扣 上面是SEICO的logo 在中间的 虽然这个扣都很帥 但是它就是做了一粒微条 打开之后做了光芯薄桥 看看标带 标带 标带做了一个螺旋式锁的透视底盖 我抹一抹它才有个胶膜 朱仔未撕过胶膜 就不是花了 放心 10个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接着5M85的机芯 这是一个人动电能的GMT机芯 接着写着Japan movement 接着中间写着Kennetic Japan 因为是日本机芯 好了 5M的机芯 就是精工的自家机芯 5M85 儲能值大概是6-7个月左右 儲能值最高的时候 多久需要换引动电能的电池 充电容器 大概是10年左右 才需要更换 朱仔这款是新的电容 不用担心 是新的 你基本上买了10年都不用管 亦是很方便 不需要换电池 整支标都有些质感 今次介绍的钢带款 绑一绑给大家看 绑一绑重 157g 坊间买到440多元US 我看到外国的网站 或者480多元US 当然了 因为价钱会高了 的原因 就是因为 现在都是停产款 买一只少一只 我都明白的 拿不到新货 已经 猪仔推介 但就超顺价 等下再告诉我 价钱给大家看 两颗颜色的配搭 我自己就会倾向喜欢黑色 我试试一下标准给大家看 标准方面就是 43mm的标准 厚度方面就是 14.1mm的厚度 而买到50 那我试试一下 教一下GMT的用途 给大家看 现在香港时间大概 就说的是 差不多3点 这个就是香港时间 那好了 GMT时间 我们教到 差不多4点 这个是GMT 二地时区时间 即是日本时间 那其实呢 我们只要教时间的时候 扭到 先看这一支 扭到 我们想教的 时区的时间 指着 时区 譬如我们想教二地时区 就是日本的话 那我们就教到 现在香港 差不多4 香港3点 差不多是 那这里就教到4点 那跟着呢 我们其实呢 只要 譬如我们去了泰国 那我们转动 独立转动 因为这个是 TrueGMT 那我们独立转动 这支 时针 可以短那支 那我教今天日期先 22号 那现在刚刚跳了 凌晨时分 那再去多一个圈 那譬如我们想教 泰国时间 那这样 泰国时间呢 就是2点 是的 差不多2点钟 而日本时间呢 就是4点钟 我们就是这样看的 那譬如我想教香港时间 香港是 差不多是 3点钟 sorry 2点钟在这里 泰国时间 这里 是的 泰国时间是2点钟 应该看这个才对的 2点钟 那如果香港时间呢 就是3点钟 那其实我们就这样 就可以看到 两地时区时间了 因为GMT 二地时区时间 就指着日本 差不多4点钟了 而香港时区呢 就是3点钟 如果我们想去泰国 现在 home time 是看泰国的 我们个人去泰国 但是有亲朋戚又在日本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看了 泰国时间 看黑道 2点钟 之后呢 内时区呢 16点 就是4点钟 就是日本时区 就是这样用这个 TRULE GMT 那TRULE GMT呢 普通 我们新装 五仔精工 五仔 Sport 有4R57 的机芯 那它就不是一个 TRULE GMT 那这个GMT的机芯 其实都已经突破了 我们对GMT的概念 因为一般GMT来说 都比较贵一点的手标 但是自从出了4R的GMT之后 就价钱就拉低了 但是都去到2千多元的 但是呢 朱仔推今天推介 是一只TRULE GMT的KINETIC 还要停产限量版 对于价钱超级超值 普通的KINETIC 都要去到2千多元的 但是朱仔今天呢 一只私人珍藏推介 大家开心 最重要的 因为有些标迷经常说 晚上看不到 希望下午看得到 那好吧 朱仔就应大家的要求 今天下午推出的 私人珍藏推介 2千零九十八元一只 有完装合说明书 保用证 做回一年报给大家 以及换上了新的电容 希望大家喜欢朱仔的推介 记得大大力给个like share 赞好 因为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以及在留言区留言 封面那里有朱仔 Whatsapp电话 可以Whatsapp给我 打给我也可以 如果你想买一只KINETIC 还要有GMT的 千万不要错过 这只私人珍藏 停产款的推介 因为买一只少一只 希望你喜欢 朱仔各有一只 2千零九十八元 喜欢这只标迷 就尽快找我 我们下集见 拜拜